这个已经没救了 那我怎么办 充满趣味及挑战性的桌游 让工作坊学员化身为影音创作者 绞尽脑汁要在自媒体兴盛的时代中存活下来 连续举办三届的公用频道手机影制工作坊 今年特别融入媒体素养主题桌游活动 让学员从游戏中认识媒体生态 了解公用频道的特性 最大的收获就是公用频道 其实受到很大的保障 那你有权利可以在上面发表你的意见 然后不会被其他的人影响这样 这个桌游叫做公平舞师 然后它主要是在模拟说 在自媒体当代的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是一个影音创作者 那我们该如何在这个自媒体平台 兴盛的状况下面如何存活 那你是要在自媒体上面放你的影片呢 还是到公用频道上面去放 那你不只在自媒体上面放的话 可能会遇到一些同业的竞争 或者是一些合作 或者是一些恶意攻击这样子 那公用频道可能 虽然它获得的流量比较少 但是它却保障了人民 可以有一个发声跟宣传的权利这样子 主要来说这个我们这个桌游 可以希望民众 就是它可以透过玩游戏的方式 了解到公用频道在 虽然在现在媒体生活 媒体环境很乱的状况下面 它还是保有民众一个媒体的禁用权 跟你可以发声的一个权利 那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游戏 你可以对公用频道 一个更深刻的了解这样子 除了以边玩边学的方式 让民众认识公用频道 另外活动更聚焦在影像拍摄 剪辑等技术性课程 让来自各方背景及世代的学员 集思广益 产制更多元的节目类型 一开始是对用手机剪辑影片 还蛮有兴趣的 那后来发现 它是专门在介绍公用频道 那稍微看了一下 也对公用频道希望进一步的了解 自己对环岛或是旅游这种主题比较有兴趣 那在这里学习之后 发现有公用频道这一个管道 那之后如果真的有拍成影片剪辑出来的话 也会主动投稿在公用频道上面播放 对啊就是刚刚还蛮期待说 最后老师说如果有兴趣或者是 我们的成果是有机会在第三频道的公用频道 上面做展播还蛮特别的 因为公用频道好像就是由民众主动投自己的作品 跟自己享受的话到这个频道上面 跟以往我们被动的接收到资讯是不太一样的方式 然后希望这个工作坊就是可以 让我们更熟悉一些剪辑影片的技巧啊 或者是增加一些特效啊 然后因为我本身之前 我本身是很少去做剪辑影片的 所以才会想说来参加这个工作坊 可以让自己在媒体这一块 有一些新的资讯跟一个技能这样子 就我们来活动的民众 从年幼的小朋友到比较年长的长辈都有 那我们会先以手机基础的操作为主 等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会进入比较深入的一些课程 比如说教大家一些运镜也好啊 该如何运镜 然后手机如何做一些比较稳定的持镜 然后再来就是更进一步的 就如何去剪一些比较有趣的画面 那还有一些镜头的一些构图上面 然后再来最后则会教民众 请民众他们做一个计划 以小组的方式做一些计划 然后计划说海北的民众或者新北 但海北地区的民众 可以在这个附近有什么样子的活动的状况 有哪些文化也好历史也好 或者是一些故事也好 可以透过影片的方式去呈现 那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 计划出一支影片 中佳宽平与台湾师范大学 媒体素养教育基地 合作举办公用频道 手机影制工作坊 希望透过活动 让民众用手机就能够产自作品 并且在公用频道中播放 丰富公用频道的节目内容 吸引观众收看 也欢迎民众踊跃申请使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